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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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赫尔辛基同芬兰总统阿赫蒂萨里及正在这里访问的美国副国务卿塔尔伯特举行了会谈 切尔诺·梅尔金在离开莫斯科时强调 重要时刻正在到来 但他重申 北约应当首先停止对南联盟的轰炸 切尔诺·梅尔金还表示 他将前往贝尔格莱德会晤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 他同时希望芬兰总统阿赫蒂萨里与他一同前往 此前 阿赫蒂萨里已经被推举为欧盟科索问题特使 舆论认为 作为一个中立国的总统 阿赫蒂萨里很有可能成为南联盟方面能够接受的调解人 这是中央台编译报道的 由于美英等国的反对 由意大利提出的安理会通过决议后 北约停止对南联盟轰炸的方案 未能按原计划作为政治解决科索危机的新方案 由易德两国总理在18号按时公布 请看报道 意大利总理达莱玛同德国总理施罗德 当天在意大利南部长国安理会召开 和俄罗斯提出的五点方案的基础上 就政治解决科索危机通过决议 根据意大利政府近日提出的方案 联合国安理会就科索问题通过决议后 北约可以在南联盟从科索沃撤军前 停止对它的轰炸 这一建议受到了德国等北约成员国的欢迎 但由于美英态度依然强硬 因此易德领导人18号宣布 为避免北约内部的进一步混乱 决定暂时不提出其他有关解决科索危机的方案 达莱玛当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 尽管易德联合方案没有出台 但意大利政府仍然认为 在安理会通过决议后 北约停止对南联盟的轰炸 将有利于科索沃危机的解决 他同时强调 中国和俄罗斯在政治解决科索危机中的作用 不容忽视 此外 易德法英等国在向科索沃派遣地面部队问题上 发生分解